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法门本来就是固有的佛法 并不是新创的 只是说 现在由越南、中国大陆、台湾 继续地继承下来 就比较有困难 面对内部的困难 面对外面的困难 困难肯定会很多 面部的困难就是 同样修随净土法门 人家会感觉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同样随净土法门的人 也会质疑我们 那么不是净土法门 其他的宗派 也会对我们有障碍 认为你这个法门 好像不知不觉 不晓得从哪里冒出来的 跟传统的净土法门不一样 跟我们的知见观念也相差很大 所以对我们也会有障碍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弘扬这一个法门 有时候不能过于直接 不能太过单刀直入 也就是要看情势 要看对方的根基 顺势而为 就能够避免障碍